有朋友来日本旅游的时候 我都会推荐去逛集市 还有什么能比逛集市 能更好体验这个城市的生活状态 你竟然自己分区了 你把那个区当文艺区 就让你笑死我了 什么叫文艺区 那点我就管它叫文艺区 那点我最喜欢 崔青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说我在文艺区呢 文艺区是我自己分的区 因为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 所有的团围都是我的菜 所以我管它叫文艺区 平安古董集市在港旗公园 具体的交通路线 我写在说明区了 每个月10号左右 但是时间呢并不是很固定 比如今天就是在5号 最好提前查一下网上 或者留言问我 墙上的 嗯 墙上然后这个呢 就比方说是好比说 好比说是这样挂的这头 你晾完衣服之后 就这样收起来就行了 你知道吗 它有时候可以搭一个三角 一般来讲的话 搭一个三角 其实挺实用的 对也有值得支持 因为它不占地方 这些卡死了 1896年了 这些刀了 这上面有1896年 就上面了 不是特别好用 挺好看的 小的特好看 嗯 是吧 对 有字的大钉子 有字的大钉子 是前来我上了 上的桥是什么 铁道钉上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刀 不是那个 类似丁股鸡那种 嗯 类似那种 和崔青一起喝杯咖啡 休息休息 休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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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 我本来就会 丁股鸡 坐在这里 我都不想 鸡 好 请我喝咖啡 请我吃包子 是吗 你闻闻 从这 我闻不见 感冒了 感冒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好香啊 这咖啡 你尝一下 它这个碗挺好的 这样的 对 非常环保 特别环保 而且特别好拿 又不会散出来 因为普通的 它是一个塑料盖 对对对 它现在就是一个纸杯 看到没 这个摊位是文艺区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摊位 我有的时候在这一待 能一两个小时 选几件东西买走 它本来它下面应该带个铃铛一摁下的话 它就想 那个啥 我给你盯弄 我给你盯着摸着 这是个旧东西 对 它一弄这个铃铛就想 但是没有铃铛 铃铛它下面就是一个摆设 挺好看的 但是你看 它做的这个公鸡的关子都多有型 漂亮的 好美 这个是铃铛 这个是铃铛 我是吴晨 现在是京都平安神宫的古董集市 每周都会带大家逛逛集市 逛逛店铺 看看有趣的古物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请订阅 如果您需要深度交流 或购买藏品 请加入脸书社团 做工都挺漂亮 这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生产厂家的名字 这个厂家的名字 是不是啊 小壶多好看 应该是这种 这种感觉吧 喝倒牛奶的 这个是为我一个客户购买的 这设计师的吗 不知道 这个超级漂亮 好贵 这个好漂亮 我好喜欢这种 你可以摆在你们的核心店里 多好贵 亲娘 在家里拍住小玫瑰 特小子 特小子 有没有 我看 这家东西真好啊 这种感觉 面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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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在你 摆在你 这种安装的 但是 高的 这个 高的 高的 安装的 可以吗 这个 什么呢 它可以这样伸缩 它伸缩可以调节 这个特别适合做陈列用 谢谢 一片蒙了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你先拿着这个 是不是挺好的 云 有可能 因为银养坏了以后就这样 应该是银 伦敦的 英国应该是银的 好不好看这个 这个擦干净 擦干净很棒的 但是你这样喝水不行 看着有点糟 我擦不干净 这是九起子 看着还行 没有什么问题 这还有一个标 你还要吃吗 你还要吃吗 你看这个 这个 你还要吃吗 这个 这个 我吃了 这个 我来看 这个 但是您呢特别难打理 你老得擦 这就是吹一口气的话 它那个音可以调节音的 这是音乐器的 这样 那这边 我不知道呀 先别吹就擦了 它有一种铸铁的 对 对 这牌子 你叫什么牌子 但这个很轻 这不像 这能干嘛用啊 我觉得就放点自己的那种什么 如果是开店的 放点什么小项链呀 什么东西 项链 看着要好吗 它没有 没有 它们家东西也挺漂亮的 嗯 好 阿拉丁神灯 想不想 好像 是吧 这挺好看的 这是干嘛呢 喝什么牛奶 责料呢 我觉得它是别人放什么 酱油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有点像 放酱油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个月的平安股东集市结束了 我们21号冬四节 给你 感谢观看